法轮功人士星期四在国会山集会 呼吁中国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多位国会议员出席了集会发表讲话 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这是法轮功年度华盛顿集会 这次集会吸引了大约2000名法轮功信徒和支持者参加 法轮功人士、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发言人 呼吁中国停止镇压法轮功 美国国会中有不少长期支持法轮功的议员 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对法轮功人士说 美国人民将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 我们将和你们团结在一起 我们还将反对那些认为经济利益比道德更重要的美国人 那些认为经济利益比自由更重要的美国人 最近台湾法轮功信徒中鼎邦 在中国大陆被拘留近一个月引发关注 罗拉巴克致函台湾总统马英九 敦促台湾政府与中国当局交涉 尽早恢复中鼎邦的自由 中鼎邦的女儿钟爱也从台湾赶来 参加这次法轮功集会 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她父亲获得自由 她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政府对事件的反应令人失望 一个台湾的公民缴税给台湾政府 然后拿台湾的护照 可是她真正发生危难的时候 台湾政府却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实质的帮助 对这一点就是 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来这里没有说很光彩 因为我是来寻求更强大的政府的资源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中国1999年7月取缔了法轮功 定性为非法组织 法轮功人士每年在这个时候 在华盛顿集会 星期五他们在华盛顿 举行了退出共产党的游行活动 VOA卫视杨晨 方方 国会山报道 谢谢你